A.M.Watt News 和大家討論立法會 今天廣播事務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討論嘗設一個副廣播處長的職位 說說新聞黨的主席葉劉淑儀提到 香港電台每年都用十億公帑 都應該好好地去看一看盤數 例如教育電視有多少人看 用了多少錢 再說一說一說的時候 他就提到其實新聞是否在港台做 他是懷疑的 亦都說因為很多電台都有做 第一所謂很多的意思是多少 其實現在香港的電台雙型 如果還在用大氣電波 應該只有新城和雙台 因為之前的DBC其實已經沒有做 鳳凰那個亦都沒有做 變成香港的雙型電台 就不是很多 我想葉太也要說得比較清楚 另一方面來說 為何葉太會突然有這個說法 我又覺得相當出奇 因為新聞這件事 其實每一個新聞機構 他自己看每一件事的重點都不同 所以A媒體的新聞報道 和B媒體的新聞報道 其實已經可以同一件事 都有不同的解讀了 再說了 為何香港電台要做新聞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想一個公營用公帑的新聞機構 對於那個地方的人來說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這個新聞機構 是不受其他的個人或商業機構所操控的 這個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為何我這樣說呢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 是沒有了公營廣播的新聞機構的話 而我們大家都只能夠依賴一些商營機構的話 那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如果到時 很少這些商營的新聞機構 變成其實市民的所聽所看的新聞 就變成是由一部份的人 作他們利用商業的判斷 去為我們所挑選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境地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變成其實那個資訊可能就會被壟斷 當然很多人都說 現在其實上網看很多新聞消息 不需要其實這麼介意這個情況 會不會是幾人憂天呢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在網上 現在討論得最多的一種 所謂新聞上的問題 就是假新聞 或者甚至乎是一些商業機構的一些 辦作新聞消息的商業推廣 在這兩方面來說 其實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因為事實上互聯網的海實在太大 所以一些有公信力的新聞機構 仍然能夠站得住腳 其實都是這個原因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在做今天的節目之前 我翻查過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些所謂公營新聞機構的一些所謂輕衰 或者任何一些公營新聞機構會倒閉這些情況 原來真是少之又少 簡直我都找不到什麼資料出來 因為其實每一個地方的公營新聞機構 都是扮演著一個可以說是無可取締的角色 為什麼我們香港有一個立法會議員會突然間提出一個這麼暫身 這麼別出心才的想法呢 我不去猜了 因為事實上 我想其實這個議題相當之內人尋味 我不想去做太多的揣測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香港電台的新聞部 絕對是有在香港留下的價值 亦都有它的存在的意義 今天跟大家談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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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